大家好,接下來是三八婦女節的星期日賽事 跑了十一場馬,頭場五板千四就12點開跑了 早一點,大家留意一下 這組馬,選來選去都應該選一隻比較穩定的一號山山聖聖做馬膽 他已經打踏兩場,在路程後追上名 上場蘇紹輝跑,輸給那場薄薩的天地童心 他又圓欄追上來,不是太過網空 你看到他200米左右,在內欄裡插插插 不是全面網空倒追上來 都追上來,輸不夠一個新威 你看看,三次在五班的路程中,都可以上名 整組馬,演出最穩定的是他 今次放到莫雷拉上去 當時會失色一點,看看能否幫得到莫雷拉 擺明居馬都會博殺 4號的標騎飛 前次在四班上有些追世的,輸了三個多馬位 上次臨下班之前,我也有貼他做冷門參考 結果外檔,基本上都是外遊 也測試了貨集,這次減夠分 你看回復貨,林可榮一直拿著馬尼操 根本是投放好多時間下去 這些弱勢騎士一直拿著馬尼操 如果下班,有較好一點的檔位 應該都會把一些機會拿著來操 不是要把一兩場都放回莫雷拉或者潘頓下去的膠袋 這些拼他下班,以及有個眼罩,好檔做變數 可以做配腳參考 3號的標之精靈 上季出道到現在,大部分時間都是跑1,600 可能上手蘇布羅和文革良 都覺得他是一隻中長途距離的馬 你看回上場,大海榮跑1,600 也不是輸很遠,輸了兩個多身位 這次縮下來1,400 博他有個減榜和變半路程縮情 即是有點新鮮感 狀態開始積極 麗海榮選了那隻標騎飛騎 這隻給了陳家希 看看能否減榜放出,捱入一隻懶腳 另一隻也是靠放的馬 我都考慮的是7號的笑傲成功 上場放陳家希上去 一下班,有些東西看 之前拍的四盤全都是雙位數字 你看他捱到最後才腳仔軟 這隻馬已經是狀態起了 這隻馬,但這次擺黃盡也要猜一個人 當得一樣外檔,上次12檔好像13檔 但馬的實力也是要看馬防 會不會上次走光 這些是上次臨場落飛,但博殺失獸 這次會不會還保留給你呢? 這次要考慮的 這場左邊右邊,我都會博隻 最穩定的,都會預期會是 大葉門的1號生生勝勝 做膽和博勝 腳是4號的鏢騎飛 3號的鏢之精靈 7號的笑傲成功 請,請請下 timeframe 加油 今天請,請啊 請就可以 谢谢大家